老人家年纪大了难免会有个腰酸背痛的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来吹吹背 那就再好不过了 陕西宝基有一个73岁的大爷 平时和老伴就会互相的来吹背 但是吹久了难免会觉得手酸 于是这大爷就开动脑筋了 他发明了一个能够自动按摩吹背的机器人 大寿的放人吹背机器人 他说莫放人的动作 我吵架吹背 人老了以后 经常用咬背腾 浪汤自己互相吹 这个用人吹 人吹吹的嘴的 在这么个情况之下 能不能把一个机器人 带去人的老婆 这个他也不值得累 我原先叫我们这个大机羽 大机羽这个不吹的不少大东西 我就想在路上大 我们在这边上大 在这么个情况之下 有四天四 从台四到这样实验成组 半天四天 台四都紧张吃工资 吃工资一工 就想办法作成 我现在连续用三个也都没工资